大家现在来讲解一下钢珠滑轨的安装在抽屉上面的方式 首先我们把小钢珠滑轨的小条拆出 放到抽屉的侧面 然后小条的端面跟这个背板的端面是平起 然后底板跟滑轨这个面差不多也是平起 然后这个固定好之后我们用螺丝锁定 然后抽屉另外一面 同样以同样的方式固定好这个小条 然后抽屉小条部分已经安装完毕了 现在我们安装外轨 外轨是安装在这个柜体的侧板上面 这个外轨安装到柜体上面 就一个两个要点 第一个要水平这个方向要水平 另外一个滑轨的端面跟这个侧板的端面 这里有一个往里面有一个3或者4mm的距离 好固定在两个时针我们把滑轨安装在侧板上面 然后安装完毕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抽屉与这个滑轨连在一起 把整轨拉出小条与整轨套在一起 然后推动抽屉与推动抽屉 好干净滑轨的 就这样安装了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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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